三国演义 第七回 白门楼 曹操正要起兵攻打吕布 张继的侄儿张绣发兵进攻许多 曹操只好起兵十五万到玉水占张绣 张绣用谋式贾许的计假祥曹操 曹操进了晚城 每日与张继的妻子吃喝玩乐 张绣十分愤恨 用假许的计夜袭曹操 曹操逃命才免一死 但大将典尾和曹操的儿子曹昂 侄子曹安民都战死了 曹操亲自祭奠典尾 哭得极其伤心 他对众将说 我折了长子 侄子 还能忍受 典尾一死 我真是痛心极了 元树得了传国玉玺 便自己做起皇帝来 并亲率七路大军进攻吕布 吕布得到关羽帮助 打败了元树 曹操决定乘机进攻元树 一面派人去联络江东孙策 吕布刘备 以免点起马步兵十七万 向南进发 元树只是坚守不出 要带曹操梁进自己退去 曹军人多 梁草渐渐不够 兵士怨声四起 曹操决定退兵 但为平息众怒 便杀了梁冠王后 稳定了军心 曹操正准备进攻淮北 追击元树 张秀又起兵攻曹 曹操再急张秀 行军时 曹操号令三军 踩坏麦子者一律斩首 不料自己坐马受惊 踩坏了一大片麦子 曹操割了一束头发 代替了割头 曹军围攻南洋 张秀的谋士贾许 见曹操一连三天绕城观看 知道曹操要升东及西 便将计就计 在城东南角 埋伏精兵 曹操果然中计 兵士死了五万 大败而走 曹操军 在安重山中 暗抚骑兵 杀败张秀 刘表的兵马 这时 暴马探得 袁绍要进犯许都 曹操心慌 立刻下令退兵 刘表张秀 不听贾许的劝告 领兵追去 被曹军打败 之后 贾许让他们再追击曹操 结果打了胜仗 袁绍见曹操大军一回 便不打许都 改打孙策 曹操也改打吕布 并写信给刘备 约他同去消灭吕布 吕布得知消息 先派兵围了小沛 刘备连忙派人 向曹操求救 吕布在徐州城外 三十里处 大败曹军 后又攻下小沛 刘备的家人 都落在吕布手里 与关羽张飞也失散了 刘备便奔许昌 投奔曹操去了 由于陈归父子 在徐州城中做内应 曹操很快攻下徐州小沛 吕布 令家晓与谋士陈公 逃到夏培去了 曹军围攻夏培 陈公向吕布献祭 要吕布攻打曹操 吕布牵挂七小 拿不定主意 不愿出城破敌 吕布的妻妾 终日与吕布 饮酒解忧 陈公又劝吕布 吕布还是不听 陈公抬起头 长叹一口气说 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 吕布手下大将侯成 违反吕布戒酒的命令 差一点被吕布杀掉 将士各个暗恨吕布 侯成 宋县 魏絮等 都准备谋反 侯成 偷了吕布的赤兔马 献给了曹操 曹操不断攻城 吕布精疲力尽 在城头椅上睡着了 宋县 魏絮 合伙 偷了吕布的画戟 用绳子将吕布紧紧捆住 放曹军入了城 军士 压吕布陈公 到曹操刘备跟前 曹操杀了陈公 吕布向刘备求饶 曹操还是杀了吕布 吕布部将张辽 大骂曹操 曹操要杀他 关于贵地 替张辽求情 曹操见张辽是个英雄 便放了张辽 张辽很是感激 便投降了曹操 曹操封他为中郎将 打赏了几个车 贵地 杀了 快点 打赏了 请推出